大家好 我是愛迪先生 雖然最近天氣還是蠻寒冷的 可是 過一陣子就會變得很熱 那時候小黑紋就會變多 那我想很多朋友 家裡還是用原來舊式的紗窗 那種紗窗網目比較大 我建議各位去 改換加密紗網 那加密紗網 要如何安裝然後又不破壞原來的這個窗 我們來說明一下好了 各位可以去 買這種 有製年 被膠的年後袋 這是有公跟母的 上面有被膠 你只要把離心值撕掉就可以了 一公一母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買我們這個 加密紗網 然後把它剪成你要的樣子 那把它黏在你的窗框上 就好了 那你舊的東西完全不要拆 就是直接 黏在窗框上 這樣就好了 那你要洗也是很方便 就拆下來就可以洗了 那至於說這個詳細要怎麼弄 就看我下面的影片就可以 再來就是說 這一支 大概就是30公尺 那你要買的話 買一整支的會比較便宜一點 而且 家裡紗窗也是蠻多的 應該一支是ok的 還有在拍賣網站上 如果要去找加密紗網 可能很難 所以我特別 在上面 加了兩個字 愛迪 加密紗網 那各位如果要 購買搜尋的話 一定要搜尋 愛迪 加密紗網 這幾個字 才不會找錯 好 那至於 詳細的製作方式 請看我們下面的影片 那 比較 容易的做法 就是 用這個 糊貼的方式 其實糊貼方式也不錯 你要拆下來清洗很容易 好 那我們開始來示範 首先 我這邊有一個 已經有這個 紗網的一個 紗窗 那我們買到一片 這個 紗網的時候 我們要剪 跟它同樣大小 稍微小一點點沒關係啦 不一定說要 剪到非常的精細 就是稍微小一點也ok 最主要我們要這個 黏得住 這個 加密紗網 在施工非常容易 因為 你看我現在在剪的時候 都不會有那種 毛邊的現象 不會有 脫紗 什麼這些情形 有沒有 很容易剪 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稍微跟它剪一下 所以你剪的大小就 就是 必須可以 覆蓋你這個 窗框 這樣就好了 好 再來我們就拿出這個 這是 智蓮的 蓮寇袋 上面有背膠的 那 智蓮蓮寇袋的話 它有分兩面 一個是 勾子那一面 一個是 毛的那一面 那原則上 我們是 把勾子那一面 大家聽清楚 勾子那一面 黏在這個 紗窗上面 那當然 有些人 他是 黏在這個 窗戶的 外框上面 都可以了 這離心值把它撥開嘛 好那你如果要黏的時候你要注意就是說你上面 這個紗窗如果黏久了以後就可能 有一些氧化物啊灰塵就要把它清洗一下 好那就把它黏上去好了 好那 那一般來講喔我是覺得用這個 2.5公分的 就可以了啦 好也不用太太大片啦 那 有一種是2公分的我覺得 稍微小了一點 然後把它壓好 好那這末端我們就把它剪掉 那我們再來連另外一邊 我們就可以了 我们四个边都要粘 我们现在先粘两边 再来就是粘另外这一侧 那你如果买这种魔鬼粘的话 你要尽量去买那个粘性比较好的 我们先把这个粘子放在一起 鱼叶里面 鱼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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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四边都贴上勾面了 好,那我们这个勾面都黏好之后 我们要来黏毛面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上去 我们裁切好的放上去 我们先把这个放上去 好 那另外锤子的这两边也是 好 那我们连好之后 就可以取下来了 好 就长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 因为砂网跟胶在连的时候 不可能连太紧 所以各位 就是说要用这个 针车再把它车过去一遍这样子 车缝线再把它车一条 那当然有些人他说他没有针车嘛 那很简单 你就拿定速机来定一下 那定速机的话要怎么定 就是说你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然后这样定 开头是一定要定的嘛 你隔一的距离这样定啦 也不需要定太密 太密就是定太多了 浪费时间 差不多就好了 好 那我们很快的 就把这个四周都钉好了 那各位一定奇怪 为什么我要钉在这一面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钉子的话 你如果会刺刺的在里面的话 你手摸在上面就不会被刺到 这是故意要钉这一项的 因为将来的话 我们这个砂窗是 砂网是这样盖上去的 那盖上我们现在来把它盖上去 好 这样的话我们手就不会被那个定速针 勾到 那将来如果说 这个脏了 要拿下来洗 你就是要拉这个 魔鬼毡 你不要拉这个网子 把魔鬼毡这样拉起来 洗好再把它连回去 这样就好了 那其实 其实这个方法 不只用在这个 砂窗 因为有某些人 他比如说后阳台 他只有铁窗啊 他并没有窗框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 可以把这个 魔鬼毡 勾面的地方 黏在墙壁上 然后 四周连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 整块挂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如果嫌太大块 你也可以分成好几块来 来把它固定在你的铁窗上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那希望 这个 有帮助到各位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